台中柏二高品遭到一名女網友爆料 蛋黃蘇內疑似包友蟑螂 而昨天業者已經有和這名女網友取得聯繫 由於這名女網友沒有辦法確認說 她有購買證明 有沒有辦法提供商品來進行化驗 經過他們內部討論之後 稍早柏二高品已經正式提出抗告 那在這個之下 其實原PO文面對這個種種的聲音 他昨天晚上也有PO文來聲明回應 他們的蛋黃酥很好吃 我都每年都買他們的蛋黃酥 非常的好吃 台中的柏二高品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但有網友在臉書社團爆料 他們的蛋黃酥裡竟然有蟑螂 但因為照片有疑點 加上拿不出購買證明 引發外界質疑 柏二高品也表示 如果有造假不排除對 該網友提告 面對網路上的質疑聲浪 網友則指出 當時有先把蛋黃酥用刀划開再加熱 之後家人吃到時 蟑螂就已經長這樣了 網友聲明中說到 不二高品昨天直到下午才聯繫他 對於不二高品 說積極聯絡的說法有些出入 另外昨天不二高品也回應 他們非常重視食品衛生安全 由於紅豆沙非常柔軟 這麼大的異物被完整包入 蛋黃酥內的機率很低 網友也再次強調 儘管出現蟑螂的機率很低 但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當初會發文也只是想 提醒大家注意食安問題 而網友表示 為了證明清白 已經請購買的朋友 提供刷卡記錄 至於後續如果真的有造假 不二高品表示 不排除提告 針對就是師傅的 包餅的每道的製作程序 這件事情會更嚴謹的把關 而對於這一名女網友 她是二度發文 不二高品今天也鄭重的發出聲明 強調內線有蟑螂的機率為零 以決定對這一名菜姓女網友來提告 店家發聲明稿表示 針對商品異物事件 蛋黃酥內線包入完整蟑螂的機率為零 不二高品不僅僅在自身的品質要求極高之外 也善盡良善的社會責任 無論是任何的指責 第一時間往往都是自省 而不是指責他人 昨天已經有非常多的網友 指出各項不合理的疑點 為了避免過度的反應公審蔡小姐 公司選擇較委婉的方式澄清 但是蔡小姐無事我私的善意回應 以玩文字遊戲的方式擾亂視聽 故再次聲明 此個案發生機率為零 已經委託律師進入司法程序 不再透露相關的細節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政治消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案 遭到羈押禁見 那今天是收押的第九天 檢報上午第二次提訓柯文哲 柯文哲下車時 依舊是穿著黃色的球衣 對於媒體的發問他一概沒有回應 金華城案檢方今天有最新動作 早上9點提訓在押9天的柯文哲 前幾天檢方已經陸續提訓其他在押被告 所以這一回檢方提訓柯文哲 可以關注的是是不是要交叉比對 他們的證詞來咬出一些相關證據 另外一個可以關注的重點是 提訓柯文哲是不是跟陳貝琪有關 因為昨天陳佩琪接受媒體專訪 大談客家金流 也有可能被詢問保險箱內財務用途 是否跟陳佩琪說的一樣呢 而日前傳出呢 簡連在搜索的過程當中呢 查到柯文哲有一支USB理念呢 是記載著2022年11月11日 小省1500省慶金這樣一串的文字 那麼為了儘快釐清這個部分 檢調單位呢 這幾天是密集的提訓柯文哲 詢問這個1500到底是時間呢 還是金額 那麼雖然柯文哲強調這個是行程 但是呢 當檢方質疑他當天有行程之後 柯文哲卻是改回說 我們改期了 根據東森新聞報導 檢方提訓時 柯文哲對於USB內的 小省1500省慶金 記載堅稱是行程 然而檢察官提出媒體調查的資料 質疑柯文哲在該日有不公開行程 柯文哲則回答我們改期啊 柯文哲當天的行程 先前被媒體翻出 並沒有公開行程 從下午2點到5點 柯文哲在時任北市民政局長的 藍世聰的陪同下 前往了大同區的國慶區 民活動中心來拜會大同 以及中正區的里長 這個行程中都沒有見到審刑金的出現 因此1500可能並不是指的是時間 而至於威丁集團主席 沈慶金被問到同樣的問題時 他則是表示 忘記兩年前的事了 除了反問檢察官 他當時的位置 還進一步的詢問檢察官 是否要將他轉為污點整人 那麼對於柯文哲這個USB裡面 這個2022 11月11日 小省1500省慶金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也引發了各界的關注 那對於柯文哲 是不是有記帳的這個習慣呢 他的妻子陳佩琦 昨天接受Eatday新聞雲的 獨家專訪的時候就說了 他說以他過去 對於柯文哲的了解是不太會 因為呢 他對家裡的錢呢 他只要跟柯文哲講一些事情 他都會嫌陳佩琦很囉嗦 不知道以前我跟他講 就是家裡的錢 我如果跟他講 他根本就搖搖手 你知道我不要講 我不要講 他沒去取這樣子 他大部分是這樣 對家裡的錢都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也覺得很受傷 我說我跟你講 是你自己賺 你自己不關心一下 他還是跟我白白手 你覺得他不太可能會有類似 這種記帳的習慣 過去我對他的了解是不太會 因為他對家裡的那個 我跟他講一些 他他就覺得我好囉嗦 面對外界不斷質疑的不明金流 陳佩琦昨天接受專訪時 也攤開了所有的帳戶資料 強調說他們家的錢 都是正當清白的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 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 清清白白的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案 被收押至今已是第九天 連他的妻子陳佩琦 也遭檢調約談 昨日他接受 ET Today獨家專訪 攤開柯家帳戶明細 說明1628萬五大金流來源 第一個是我媽媽的帳戶 陳佩琦表示 他父親過世之後 母親繼承遺產 而他負責照顧媽媽 存折印章等 歸他所管 其中535萬金流 就來自這邊 第二個我們家 會有如此的現金來源 就是我本身在醫院工作的 一個薪資轉帳戶 陳佩琦說明 他在醫院工作的薪資存款 加上帳戶上小數字 大約是528萬左右 那在第三筆就是說 我們在2018年 利用我家的新一路的房子 去抵押房貸來借錢 出來打選戰 陳佩琦說 柯文哲競選台北市長時 得到的選舉補助款 結餘230萬元 那另外一筆就是 我先生本身 從他的帳戶裡面 這幾年提出來的 那個提款的額度 也有171萬左右 第四筆 陳佩琦表示 是柯文哲當醫生時的薪資 先生有很多的一些 演講啊 那個通告費 第五筆 則為柯文哲2023競選總統時 上節目的通告費 車馬費約164萬元 這是一個清清白白 乾乾淨淨 我們沒有更改什麼樣的證詞 陳佩琦澄清 他只是一一敘述金流的來源 並不是更改證詞 去ATM更只是習慣方便 一個月只去存體館一兩次 難道很奇怪嗎